近期 Netflix 韓国影集《鱿鱼游戏》全球爆红 剧情写实 刻画人性 完全可以套用在现实生活中 在影集圈刮起一股生存游戏的旋风 想知道《十二星座》面对生存有什么各自本领吗? 在这场生存游戏中谁又能笑到最后呢? 现在就跟着占星师米萨小姐 分析《十二星座》游戏的生存法则 一起揭晓玩家们各是哪一个星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的占星师米萨小姐 鱿鱼游戏你看了吗? 《十二星座》会怎么玩这场生存游戏 谁又会笑到最后 《十二星座》 首先牧羊座玩生存游戏的话 你有一些比较好的生存条件 比如说你非常的有胜负心 很想要赢 然后再来你的身体条件 称起素质体能 会比其他星座还要好 但是牧羊座常常容易冲动物事 就是还没有听清楚游戏规则的时候 你自己个人就跑在前面了 比如说一二三木头人那一关 直接被干掉了 黄帽兄弟就是牧羊座的 这种人冲锋陷阵可以 但是也非常容易战死沙场 金牛座参加生存游戏 就是走错地方了 你们完全不适合这里 你反应又这么慢 理解事情也很慢 心地又善良 心机又算不过别人 你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置身的点 比如说阿里就是金牛座的 你今天只能看说你的队友要不要carry你 还是你的队友要反将你一军 而且当队友要背叛自己的时候 金牛座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的 因为你们非常的善良 太过相信别人了 双子座玩游戏有一些小聪明 比如说你们很会收集情报 或者说你身边有些小资源 然后你可以灵活的拿来运用 还有一个双子座很厉害 就是团报 你们会判断谁比较厉害 然后赶快跟他蹭在一起 当他失事的时候 我赶快再去找下一团人 比如说韩美女就是双子座的 会采取一种团队作战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双子座如果觉得 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 自己一个人走 也会不会太凄凉了吧 所以说双子座要就地了结的话 也会赶紧托人下水 你以为巨蟹座很脆弱吗 其实巨蟹座不是你想的那样 巨蟹座可以非常的强悍 差别就在于 他有没有想要保护的人 如果巨蟹座我参加这个游戏 是为了我的家人的话 那巨蟹座战斗力就会全部开启 他的智能跟体能都会被开发出来 就会非常的不好惹 比如说江小 对不对 为了要保护我的弟弟 所以我就跟他拼了 巨蟹座玩游戏也会采取团队作战 但是巨蟹座呢 是我先站出来 然后我号召所有的小弟 团聚在我身边为我所用 那如果这个游戏有点危险 我就先推他出去 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 巨蟹座有没有可能被小弟给利用呢 非常的有可能 所以巨蟹座当你以为 你是这个团队的leader的时候 殊不知其实你的下属正在背后搞你呢 是不是张德秀 处女座默默的也是玩游戏的高手 因为你们非常的会画重点 而且非常的会收集资讯 而且处女座呢 如果你没有收集到情报的话 会自己暗暗的放在心中 不会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大家就啊 赶快上前线去死吧 但处女座心中默默觉得 嘿嘿 我最聪明 但是我不告诉你 比如说是谁呢 比如说像是玻璃工人 她心中知道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群势 但是我不讲 天秤座是非常讲求公平的星座 但是玩游戏真的有公平性吗 会不会你跟人家交换了一个情报 但是人家可以反悔呢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的医生 他一直觉得利益交换呢 是可以得到情报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 人家中途反悔的时候 你又能够奈他何 所以天秤座 如果你一直踩着这个 我们要平等 我们要守住这条界线 你这个非常正直的心 去玩这个游戏的话 那你可能也会摔得很惨哦 天蝎座玩这个游戏 绝对可以笑到最后 你们本来就是机关算尽 城府心思都非常深厚的人啊 虽然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好来好去 但是关键时刻 为了我自己要硬 我还是可以把其他人给牺牲掉 对 这个就是天蝎座 你们心狠手辣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朝上佑 他完全就是非常符合 天蝎座的人设 一举一动都非常的有目的性 包含如果我要牺牲 我也是有我的目的性 因为我要把我接下来 没有做完的事情 交给别人 让他从此以后 活在我死亡的阴影之下 他就会代替我去完成 我要完成的事情 这个就是 天蝎座 你们对别人也对自己 非常狠心的地方 射手座玩游戏 就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 因为你们身上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狗屎运 也可以说是 你们有主角光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就是简单单纯乐观 然后呢 没有任何理由 愿意去相信人性 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莫名其妙 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然后呢 又赌性坚强 所以其实我都赌一把 我没有在怕的嘛 对不对 就像我们的主角 陈其勋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一个射手座 你看他爱赌博 又不怕死 然后又运气很好 然后呢 又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他就可以笑到最后 与其说摩羯座玩这一场游戏 与其说摩羯座玩这一场游戏 不如说是摩羯座策划这一场游戏 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是 幕后的大boss 摩羯座最喜欢的 就是我自己躲在暗处 然后看前面的人 抢的你死我活啊 就像是无一难 他有了钱之后呢 他会想要有影响力 他有了影响力之后呢 他会想要看别人真的你死我活 并且在宠中得到自己的乐趣 他其实最想要的是什么呢 回到我童年时候的一个 呃 天真无邪的时光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心愿 为什么摩羯座要等到 变成老人行将就幕的时候 才能享受呢 水瓶座也是玩游戏的高手 因为你们没有人性 你是一个可以把主观情绪给抽离 然后非常冷血看到 这一切情势的一个星座 而且水瓶座呢 你们非常习惯的 只是跳脱这个游戏的体制 再从外部看回来看看这个游戏 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寻找漏洞 水瓶座人在这个游戏之内 但心在这个游戏之外 随时都可以摧毁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你们是让主办单位 非常头痛的问题人物啊 双鱼座玩这个游戏就是来当分母的 因为你们完全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死我生我赚钱不赚钱都没有意义 你们对于人生就是这么的通透 所以当你发现说旁边那个好像他赢得游戏比我更有价值跟意义的时候 那我就啊 干脆让给你好了 反正我誓死犹生嘛 玩不玩死不死都无所谓的 所以双鱼座呢 你最好一开始就不要踏上这场生存游戏 听到没有 致音就是在说你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样假设现在现实生活中 12星座里面哪几个星座 是会最快加入这场生存游戏的 首先那个射手座一定是第一场第一个加入的啊 因为他都很不怕死啊 做到秘条啊 比我再怕的 所以我觉得 诗子座吧 因为诗子座也是会莫名觉得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再来我觉得天蠍座也非常有可能 因为天蠍座是受到这个非常大的金额的一个利诱的驱使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星座 本身非常的好胜 然后呢 也不怕死 哈哈哈哈 俗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大家对于自己星座的生存法则还满意吗 想知道更多星座运势可以搜寻米萨小姐哦 爱死到下次见 拜